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董璇是男人的女神 她的爱情经历也是女孩子们的教科书 董璇开始以为爱情就是女性的付出和信任 她就如同飞蛾扑火 云翔和董璇是认识多久结的婚 原来是半年的闪婚 看来遇见对的人一切发生得很快 但是,可是,然而,最后董璇的付出都有了回报吗? 在前夫高云翔澳洲因为赫尔门而受难之际 董璇不离不弃 放弃失业还出资找了最好的律师团 正所谓最好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经历 董璇自由之后发现 女性的爱情应该有自我把控 所以说在众多的追求者里 她选择了小11岁的小奶狗 我支持董璇的改变 哪怕故事依然是飞蛾扑火 自己也是那黑夜中迷人的灯火